今天因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日子 当年二战以后 二战胜利盟军光复香港 当香港3008个月被日寇 就是给沙罗的够呛 所以就是今天是一个很大的日子 历史上很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 河西特区政府现在就是没有在纪念这一天 以前是在英智的时候是一个公假期 但是不要紧这个日子以后再 我觉得应该让所有的后代应该记住 那今天呢就看到8月31号之前呢 就已经是大招鼓了 然后又进去市民的游戏集会 那你们觉得今天来这里 这个我觉得我个人来说 我对这方面我主要是 不是关于他这个就是现在的 实际游行这方面的时候 我是一个对从一个历史的角度上看 对我一直对这个抗战胜利我相当重视 因为当年中国军民避雪纷战 巴林抗战 怎么死那么多人 我就跟你说要不是当年那些烈士先前 先前牺牲的精神的话 今天中国要讲日语了 对那为什么你觉得 为了特区政府可以就纪念这个冲划 因为这个这个很难说了 这都是政治问题了都是对吧 但是它纪不纪念也好 但是对老百姓来说 对我们这喜欢历史的人来说 只要这个地点背在我们应该 最少是来就是表示一点 对以前的爱思嘛 对不对 对先烈的爱思 对抗战争胜利 和二战胜利是对全世界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什么的 对吧 这个意思 现在那个香港市民经常叫 光复香港时代国 这个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他们 这以后再做其他的解释吧 我觉得这个我不想再 共产商讨论这个问题 但我就说是对这个历史 我对这天来说 是一个历史很大的一个历史的意思 对 那你支持香港市民他们这样的 就是一种的抗争吗 这个 因为我觉得 就是就是言证自由 这是应该谁都珍惜的 对不对 而且现在在特区政府 在香港这些地方来说 还有言证自由 他们需要发 就是 voice他们的concern的话 他们的意见 那是应该允许的 对不对 好 我觉得也是对这样 OK 谢谢